投資長果然如你所說的 現在AI股就分 新AI跟舊AI 舊AI真的看起來快要不行了 音樂達技嘉偽創廣達 哇這些真的快要跌破了 快要不行了 但是呢你說 接下來資金會轉進新AI 真的喔 智源愛璞還有威盛都很強耶 但是想問投資長就是 是不是AI 老AI真的沒救了呢 只見新人笑 不見舊人哭 我會告訴你現在這種籌碼 這麼亂的情況之下 從一個專業的分析師來告訴你 就算他現在EPS大幅度提高 可憐也沒有用 我講是老AI AI伺服器為什麼 因為籌碼亂了 我會告訴你從Fed的動作告訴你 為什麼籌碼最重要 我還告訴你新AI到底有什麼強項 他的本益比反而有機會散生 而且這新AI還會漲到什麼價格 還會漲多少呢 所有的預告 今天通通在榮耀華街裡 一定要看 大家好歡迎收看 榮耀華爾街 我是主持人Coco 今天是9月18號台股中場下跌222點 收在16698點 今日最低點 美股上中午迎來四污日 讓指數波動劇烈 同時汽車工人罷工 打擊市場的情緒 再加上 經濟數據未能讓聯準會日後的政策路徑清晰 美股四大指數靜默 台股方面受到台積電的影響 相關概念股賣壓沉重 不過IC設計表現有稱 聯發科 犀利KY股價走高 後續盤是解析 我們交給經濟日報 選股冠軍記錄保持者 同時也是全台灣LINE 粉絲人數最多 演講講座常常爆滿 最受歡迎的分析師 郭澤榮投資長 投資長好 Coco 各位投資長大家好 耶 投資長 好神奇喔 對 老AI真的不行了 真的不行了 你要找到一個 能掌握台股節奏的人 那時候我還說沒有AI跟沒有AI會變BI 你看大家都用我的梗了 然後我還告訴你真AI假AI 有好多人用我的梗 對的 現在開始越來越多人用我的梗了 我說是 真AI裡面又分新AI 跟老AI 對 你看老AI真的不行 偽創管達技嘉 你看新AI我的 資源 維盛 艾普 每隻強到爆 對 你要找這樣的分析師 重點是我之前講喔 你看那些很多人的是 艾普有了就有了 對 艾普展了就有 艾普沒有就沒有了 威盛展停板又有了 威盛碟停又沒跟你講了 所以 我覺得這個時候是 很明顯的一個 不要說照妖鏡啊 這好像是攻擊別人 我也不會特別攻擊誰 好像是說很明顯的一個對照 你要的分析師 怎樣的分析師 整個是不是你要的分析師 你說 是的 是的我們要的是分析師不是魔術師 不是魔術師啊 Magic 變不見的 Magic 變暫停又有了 暫停變了以後又有了 對 他不是變成暫停板 他是 暫停板以後變 我出有了 沒有意思 沒有意思 來看一下 不過今天的老AI真的繼續的在跌 像是技嘉音業達繼續的破低 偽創今天也是跌了快4% 還有之前沒有跌破季線的光達 只差一點點就要跌破了 欸果然老AI不行了 但是呢頭掌您看好的新AI今天真的很強 威盛連續兩天漲停盤中又漲了半根停板 還有智原愛普持續上400元靠攏 愛普今天漲了4%以上 智原也有接近3%以上的漲幅 另外我們剛買回來的南電雖然有一點開高震盪 但是創下近期新高真的好厲害 但是真的很想問就是老AI是不是真的沒有救了 老AI真的應該這樣講不能說完全沒有救 其實等一下我們一一細數有時間我一一跟你解 你也不必要現在持股診斷了 我直接給你線上持股診斷 因為你們要就是那些偽創管達技嘉音業達嘛 對 人寶嘛 人寶 其實有些反而像剛好跌到一個30%到35% 除了偽創是最爛以外 你聽懂嗎 就目前為止 可是我跟大家講一件事啦 來啦 偽創我問你一件事啦 就像偽創一樣 所以你需要我的三五法則 你看一件事 偽創現在看起來很慘對不對 對 可是大家都知道161不是我買的 你懂嗎 絕對不 161在這邊 最高這邊 我在101這邊 111這邊買 對不對 這邊買 現在得到101假設你就是這邊出產 賠10塊錢有很多嗎 不會很多 賠差不多10%有很多嗎 這就是三五法則的威力 賠 會賠比較少 如果你是拉回的時候買 賺呢 不好意思 賺一頭拉股 一頭拉股 一頭拉股我們來看一下 再看一下這個 這個 看智遠好了好不好 好 有沒有看到 智遠在這邊267元附近買 我們都買 普通也買275元 所以一定買得到 真的嗎 因為我在最低點那天買的 所以你看一下275 怎麼樣 因為回到三五法則 買進去了 賺賺一頭拉股 賠賠一點點而已 賺就賺一個大的 大波段 賠就賠一點點 而這三五法則是 我不是事後講的 我是事前告訴你 風險是什麼 獲利是什麼 你要是這樣的分析師 你看智遠是不是這樣子 沒錯吧 267元最低嘛對不對 403到267元大概跌33% 三五法則就是回短30到35% 好這我獨家發明了 好來 來看一見 但是很多部分裸用的 錯誤的裸用 所以這時候你需要加入行列 買到275元附近對不對 是很漂亮 很漂亮 很漂亮喔 來 唸一下上禮拜的 9月14號上禮拜 恭喜3035支援 股價連漲兩天 已經賺到每一張8.15萬元的獲利 手上持股 獲利續報 8萬1了 已經賺8.15萬了 對 手上持股獲利續報 你有沒有看到很漂亮 然後你看一下這個也是一樣 這是支援嘛 對 我一直都是也是回短35%的時候 剛好每天漲 為什麼那麼神奇 所以我要告訴你 AI伺服器真的不行 可是真的不行 他是老AI 我也告訴你老AI了 可是真的不行 其實他有一點點以可行之處 因為他現在剛好都回短了35% 這些其他分析師不會跟你講 這就是 你會發現到哲哲跟別人差別 我還是強調一件事情 因為很多同意的看我們節目 畢竟我們是全台灣粉絲人最多的 雖然很多人都會碰轟 很多人都碰轟說 粉絲人最多 明明就沒有我多 可是 他還說他LINE粉絲人最多 那個沒關係 我都歡迎比較 我也可以賭1000萬也可以 賭1也可以 我是怕他不跟我賭而已 全台灣LINE粉絲人數 分析世界絕對是我最多 絕對是我最多 不然我可以給他1000萬 就目前為止 是的 我講得很清楚 所以 你去想想看你要怎樣分析師 我不去事後化 我不去碼後泡 而且 就像我講的 你可以從很多細節去看 比如說你加我LINE以後 點我大頭貼 就看到我有十幾萬的人數 人數 不會很多 第二個 你看我一下我每天的影片數量 每天影片固定出4部 是 固定出4部 一個月就24天就96部了 加上爆爆爆 一週一次 所以就是100部 所以全台灣分析師 不會有人拍的比我多 所以 為什麼能一直抓到標股 因為我比你 還認真 就算你是工程師 你每日沒夜 就算你是醫生 就算你是老師 你每天很認真 不好意思 我還比你認真更多 而且不只認真更多 我天賦在這邊 好不好 所以我才為什麼 我有那麼多頭銜 188% 你看了各個選股冠軍 再怎麼樣都沒有要突破100% 我是188% 好不好 這是跟大家講 所以 等於去看看你要找分析師 這邊 拉回 35% 噴出去嘛對不對 看一下威盛是108.5元 對 沒有錯吧 買進 好108.5元 念一下今天的簡訊來 好 恭喜2388威盛 盤中逆勢大漲5% 股價創一個多月新高 三五法則果然就是 最佳買點 手上持股 獲利許報 技術分析每個人都會有 有人說三五法則有點像 環境切割線 我不否認可是問題是你要能活用 你不能純粹用技術分析來解釋一切 這樣賺不了錢 那照你這樣說我去重慶南路 我去書局買個技術分析的書 我就可以成為大富豪嗎 不可能 所以你要的是一個真正時刻 比你還盯緊 你的股票 你的分析師 好 所以我告訴大家 而且要勇於去認錯 等一下為什麼要勇於去認錯 我們來看一下威盛 來這邊是不是 剛好 威盛是不是很漂亮 這樣 你們看威盛 我看到沒有 這邊剛好99塊這邊 等於上禮拜 今天是禮拜一 等於上禮拜三 我們看到上禮拜三的時候 他破底的時候 我怎麼跟大家講 那時候破底 我把這邊都遮住 你看這邊破底誰敢買 沒有人敢買 不敢買 為什麼不敢買 我們看一下 威盛 來我們看一下威盛 2388威盛 我問大家一件事情 這邊 我每天要刺激大家 因為 這邊就是易高人膽大 易高人膽不是用嘴巴說的 你去講一件事 你看到哪一個分析師 我真的不知道針對人家 我都知道亂事宜 我要那你知道我跟你們不同 你看到哪個分析師 今天跟你講我全部都賠 我賠很慘 我不要參加我行列 不是 很神奇是像那麼常操作 他還會跟你講 你看我股票一直漲 可是合理是可以嗎 你覺得合理嗎 市面上可能一兩百萬分析師 如果人家財經YouTube算進去 可能三四百萬四五百萬 每個都賺錢 一定有很奇怪之處 什麼意思 一定有人說真話或假話或說大話 你聽懂嗎 所以你要找的分析師事前跟你講的 事前跟你講不是一堆一坨拉股股票 我只問你這件事 在這邊行情跌下去的時候 這個是破底 你敢買嗎 不敢買 絕對不敢買 因為你沒有三五法則 你沒有這條線 季線也跌破了 很多人只看季線看缺口很簡單 然後跟你講私後話 我沒站在季線就OK了 我站在季線就怎麼樣了 站對嗎 不對 為什麼 因為大盤如果這樣子的話 上禮拜大盤怎麼樣 站在季線怎麼樣 應該就要漲了 應該就要買了 那今天又賠了 上禮拜尾盤 你今天應該第一盤就要買了 是不是 所以用季線那都是表演用 為什麼表演用 就如同我說台灣股市上一萬八 我告訴你 台灣股市上一萬八 他一定先上一萬七 我很講得很有道理 可是是什麼 廢話 無聊廢話 台灣股市上一萬八會上一萬幾線 一定也會 所以我站在季線 所以怎麼講都不會錯 這是這種話術 但是我不是說講技術分析的人都是話術 我沒有這樣講 因為我們 像我們某有很多都是技術分析很強 今天老師就很厲害 只是我要告訴你 從一個 技術分析裡面 再加一些你自己獨特的想法 才能成為成真的大師 你要是不是一個真正的大師 是 某有頭褲品質保證 你不一定要參加我 你可以參加別人的 可是如果你認同我 你可以參加我行列 來 所以我告訴大家 我再點一件事 來 就用技術分析不行 為什麼 因為你要自己一套想法 我再問你一次 在這邊 你會敢買嗎 不會敢買 不敢買嗎 對不對 那我們來看一下那時候的重播 好不好 看重播就知道 對 按暫停 沒有 等我一下 來 這邊有四天前 等於上禮拜三 對不對 36000人在看對不對 沒錯吧 這是字幕版的 吳字滿加一加的話 大概有七八萬 想說七八萬 好來看 而且是我每天影片都那麼多 每天影片我不是偶爾 我不是一個月播一次 兩個禮拜播一次 那我點閱率會更高 我們來看一下 3 2 1 2382 2388 2388 就好像講的買了108.5 對 他跟技嘉一樣的問題 破底怎麼辦 可是他跟技嘉又有 又有一個不一樣的優點 他的底部特別近 就平常心好不好 最壞就到這邊 好不好 我認為不會到這邊啦 我認為最壞就 九十幾塊可能就是止住了 因為現在行情就弱嘛 好 九幾塊就止住了對不對 對 你們看到 有 來 大聲說 我會剩你幾塊 99 99.9 剛好就九十幾塊 而且這這壹天跟你講就止住了 因為他離底部怎麼樣 很近 我們這樣講 還跟技嘉不一樣 你看技嘉到現在那個什麼 還破底 有沒有看到 有 這就是你要的分析師 上禮拜三到現在 的預測 依然都有準 上禮拜甚至好久 好久個禮拜 一兩個禮拜 兩三個禮拜之前 我就告訴你 什麼意思 看清楚 9月12號 是不是上禮拜一的時候 是 9月12號 禮拜天 禮拜天 禮拜二 上禮拜二看到 我們Terrorgan也是全台灣人數最多的 分析師裡面 台灣最多人產生頻道 4萬多位證證者 你看一個這麼冷門的TG 這麼多人用 你看幫我念一下 上禮拜二的文章 要看AI股會不會講 區分方法 並不是真AI或假AI 現在能叫做AI股的 大多都是真AI 以前我教你怎麼做真AI假AI 好多人用我的梗 可是他們現在跟不上我最新的節奏 來 現在要找什麼 所以現在要找的 反而應該是新AI 老AI股休息了 新AI股就會跟上 哇塞 哲哲真的欸 你看一下 我季家 欸 不行欸 怎麼會這樣是不是 還有什麼 管達 不行了 欸 反而是 威盛 行了 行 甘欸 哲哲你真的講在前面欸 你看一下 來 來看一下季家見怎樣 你跌了啊你幫我畫畫面給我 機家0.4% 欸 機家不行了 不行了 威盛行不行 可以啊 行啊 然後咧 尾串現在不行 怎麼樣 App呢 行了 管達呢 現在不行了 AI伺服器 我們說看SMCI SMCI上禮拜五怎麼樣 大跌8% 全部分析是跟你講 沒有 好 管達不行了 然後咧 資源 行了 新AI 舊AI 差很多 看紀錄線型 差更多 看紀錄線型 資源是不是還是很強勢 對 是不是 是 我算是行嗎 不行了 好 今天看愛斧是還不錯 看起來噴出去對不對 然後咧 那機家呢 行了嗎 不行了 是不是 這就是老AI 然後我現在新AI 怎麼樣 管達威盛 行不行 行 還不錯而且看起來是要突破囉 然後咧 啊然後管達呢 行不行 看起來要做頭了 AI伺服器老AI 尤其是AI伺服器這些完全都不行 我還沒跟你講4979的滑行光 是不是 兩根跌停板 那時候我是不是告訴你AI伺服器裡面我 AI相關的 本益比最高成的那種股票 我還做爆爆爆特別單元 滑行光 所以你要爆爆爆你願意要看 滑行光那時候可以告訴你結論滑行光 這些東西有沒有要造假 為什麼有沒有要造假 我請問大家一件事情 我每天直播 關直播就幾千人了 關直播幾千人問大家一件事情有沒有看到 一切一切 預告在直播人士的盾 你看今天那麼多 有沒有看到 廣達 廣達好不好 你知道講我發音嗎 謝謝你 不好笑 這家財報開出來那麼好 怎麼跌得比其他同業長 我等一下跟你講為什麼原因好不好 來 先跟你講你看 今天 直播人數怎麼樣都一兩千人 今天算少了 那最少越好 越好越好越好 越少越好 如果既然直播人數不到1000人 那這些AI伺服器就有機會漲 沒有辦法 這都是事實 那 你說技嘉財報 出來了就會好嗎 錯 這個觀點我剛才跟大家講 所以是新AI跟舊AI的差別 所以你要找一個分析師是講在前面 我不要去私後化 馬後泡的好不好 我等一下休息一下 我再給你的問題你去想一下 給你3秒鐘或10秒鐘 或者1分鐘的時間去想一下 為什麼 技嘉如果財報出來 或偽竄財報 因為現在有人估大概GPS7塊錢 是不是 就算偽竄明年GPS10塊錢 他還是有可能破底 為什麼 為什麼好不好 我等一下休息一下的時候 我告訴你這些邏輯好不好 你就知道為什麼老AI不行 一定要回到新AI 我休息一下我馬上告訴你 明明有些老AI股的財報這麼好 但為什麼 股價卻不領情呢 到底要怎麼看 我們手中有老AI股的 怎麼操作呢 投資長 籌碼亂了就亂了 亂了 所以籌碼亂 你就要回歸籌碼 你不能用基本面救他 除非基本面的那個 預告非常好 我在跟他講 假設我 偽竄嘛 我預估7塊錢對不對 對 好啦 那看一下 7塊錢 現在本益比要多少 超14倍 超14.5 對 所以7塊錢乘上14.5大概就是101.5 差不多吧 75 35 98 101.5 分析師 心酸不能太差 來 大概101.5就現在價錢 所以本益比是14.5倍對不對 對 因為這是EPS嘛 EPS乘上本益比 EPS乘上本益比就是他的股價 股價 很簡單嘛 我們有時候10倍本益比 好那我問你如果我用10倍本益比呢 是70塊 所以他還有一個跌 好啦 我最後說10倍本益比 就知道我明年可能 我可能明年預估到10 10塊錢的EPS 可是問題是我本益比像不願意給像之前那麼高 沒有20塊 20塊就變200塊 我只給10塊變多少 本益比 100塊 10剩10成100 所以股價還是100 頂多不跌 你聽懂嗎 好那如果EPS不小心就下滑變成6塊錢 我本益比就算給他12倍 嗯 對吧 72塊 所以問題是就算現在EPS增加了 本益比罵提高怎麼辦 懂我邏輯嗎 籌碼面一定要用籌碼面 所以投資票 為什麼我最有資格講這些東西 因為 不好意思 那這些 網路上的那些 要譬如一些財經YouTuber 那怎麼詐騙手法 子子都一心二足 或者有些分析師在 直播連線的時候怎麼出貨給你 我都看著一心二足 我只是要不要去揭穿他們而已 好不好 要揭穿他們 他們都不是我對手 因為子子是真的從股市中 賺到錢男人 請你看一下 子安機機贏了 郭智隆出現0050 好賺千萬 這個沒有錯吧 對不對 而且我那時候也是一度賠500元 來幫我唸一下 他指出自己一度賠500元的時候 我還拜託大家買 踏著我的血前進 也沒有人理 等一下也沒有人理 不好意思 來 再一次 來也沒有人理我嘛對不對 對 結果笑到最後 你都記得 也沒有理 結果笑到最後 那最後呢 最後0050獲利出現怎麼樣 0050獲利出現 大賺1150 1萬 並捐出 我最低到最高大概差 快2000萬 你聽懂嗎 你聽懂嗎 啊 我也是怎麼樣 我要告訴你 我本來就財富自由 我也不單分其實也可以 因為我買0050我少賺很多 對 我可以買 台灣50增額 我可以買別的股票 因為那個階段的過程中 偽創很多是轉四倍 如果轉四倍我的五六千萬是賺到兩億 這真的很誇張 不誇張 台灣50本就是應該最低報酬率 長期而言本就是 你只要選對一些標的 訊號標的 同樣你聽懂嗎 好不好 所以你去想看你家只要分析師 實戰派出身 只是我看到有些人秀對戰當 那個100個裡面99個都是騙局 我都看多了 真的要秀對戰當是怎麼樣 有本事像澤澤一樣 要買之前跟你講我要用這個帳號買 你可以去網路上查 你可以查券算進出 不然我一定都不承認 要賣掉之前直接告訴你要賣 不然他都把賠錢的 不跟你講 就只秀賺錢 但一輩子就覺得他賺錢 或只秀部分虧錢 那都是手法 那不重要 你要找一個分析師 事先告訴你這一切 所以為什麼老AI新AI在告訴你 我就是有能力告訴你這些差別 你懂嗎 我就是有能力告訴你這些差別 這個雖然很臭屁 可是你看金屎 今天艾普是不是展 是 艾普是看起來要創新高了 對 艾普尾盤是不是有偷拉 沒錯吧 你看看起來要拉了對 看起來是要拉了 好 你看起來 那時候我就講過 那個 艾普大展創新高 有沒有看到 果然有AI就有愛 我再請到時候特助來穿給我 年初的時候我五共紅系列 那時候就有艾普 一百多元 所以艾普不是說 從200元300元做 是100元到150 到200 到250 到300 到350 到現在快400 我一路追蹤到現在 像突然之間很多人有艾普 沒有關係 我知道大家要不要混口飯吃 可是你要知道 誰能真正給你金飯碗 那你賺到真的錢 如果你認同是我 你應該要加入行列 因為我跟別人就不一樣 我不是說 莫名其妙沒看錯方向了 我最厲害是 沒看空啊 我可以每天告訴你我還是賺錢 你相信嗎 你如果相信 那你被詐騙集團騙光關錢很正常 我告訴你一件事情 方向都錯誤了 就像比如說現在 偽創 管達技嘉 我明明手邊有股票 可是我告訴你我每天都可以賺錢 這不可能 因為其實這玩笑 這個比選股冠軍188% 這個我的紀錄還難100倍 你相信 所以有些邏輯你要聽清楚 你先相信是真的假的 再相信 績效 是多少好不好 好 所以我以前那件事 艾普那時候有講過 你看那時候是什麼之後的文章 什麼時候的封面 5月 5月沒錯 你勢力怎麼好 還是你記起來了 記起來了 不錯 因為都重複很多次 所以我說告訴大家這些東西 所以我剛才從一個 本益比數到你有沒有學到東西 有學到的話 你要 不懂沒關係 該那段很重要 所以 這就最怕 因為那時候 不論是航運也好 哲哲也有經理過 有 那哲哲被人家批評 然後 航運是還好 國劇被動元件被人家批評比較兇 航運還好 因為航運他們不知道 我其實我從20塊開始做 後面只看到那一段 然後還有同業說我買最高點 會笑死了 從來沒有證據我買最高點 好不好 而且我後來我還 還什麼 後來我還很多反敗為勝 甚至前一波長輪我還獲利出清 我等於後來我都基本上我都是獲利出清的 因為我後來就好幾波做反轉 只是說在反轉過程中 你要磁飲保態 所以這些股票 怎麼上去怎麼下來 三行走勢就一座三的走勢 怎麼就是 譬如漲十倍了 再下來的時候那種過程很恐怖 所以你要注意一下 所以我希望大家避開這一段 所以我會跟大家 AI伺服器我那時候 商務法則不靈的時候 馬上先出一些 先出一半 我都講在前面 換什麼 新的再看清楚 新AI 新AI有沒有 沒錯吧 反而是應該找新AI AI股休息了 新AI股就會跟上 上禮拜再跟你重複一次 有沒有看到 這幾天好明顯 你看 幫我唸一下 伺服器相關的AI股 看起來會休息一陣子 現在接放的 起雞皮疙瘩 起雞皮疙瘩 上禮拜就講了 然後這禮拜 落了一個禮拜 然後SMC還在打 對 那你看一下 來現在接放的 現在接放的就是IP 世製財族群 3661世新 KY大漲超過5% 創意有大漲超過4% 以及我最看好的 支援跟愛浦 以及什麼 我最看好的 投資長最看好的 那什麼 支援和愛浦 你看 今天台灣股市跌了 222 22.68 哩哩啦 22.68 那支援跟愛浦呢 今天漲還跌 漲 要不是今天大跌 今天有可能說展平板 你有沒有想過這個威力 整個含水會結動 你要找一個含水會結動 不是中途啊 我有愛浦了 中途我有支援了 那那些愛浦跌的時候他每天講嗎 他只是稍微提一下我就有了 不是你都找這些 對 你不是要找這些 你也不是要找一個分析師 只見新人笑 不見舊人哭 我沒有我照樣給你解舊AI 我告訴你舊AI跟CAA面臨到什麼問題 這我才能真正幫你 所以你有管達有偽竄有技嘉的 你一定要來找我 音樂達人保你一定要來找我 真的要鑽石斷碗的時候你記得你還有另外一隻手 那沒關係另外一隻手怎麼樣 可能要你鑽更多 可能要你伸出更多的手 那你本來那你坦子轉也不需要手 這不是不可能 你要去想一個分析師 這個分析師真的負責任告訴你該怎麼做 不是絲襪毛奧炮 實實在在的績效告訴你 而我的績效什麼 我的績效是 天哪就好像一個分析師告訴你 AI伺服器不行的 可是還是AI啊 你看 為什麼這些 為什麼這些AI設計那麼強 為什麼零發科這麼強 現在傳出來 瑞銀 說什麼 出去最新報告啊說那個最新的這個Google最新的這個TPU V7的 平台啊 然後勒跟年發科合作啦 這有跟車用相關的啦 我如果沒記錯的話我突然想起來 反正這種是有關AI的相關的 跟他合作 然後勒 貢獻營收 那你看長得去那不就AI嗎 對 這些自駕不是要AI嗎 你聽懂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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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不好 那TPU V7應該不只是自駕這方面應該是人工智慧這方面 反正有關AI這些系統 我講清楚 免得你覺得我不專業 所以你看這些是不是扯到AI 對 是 所以零發科拉起來 又跟AI有關係 那為什麼AI有關係 因為其實上禮拜還有誰上市 誰IPO 那個 安模 很好你今天有答對了 安模上市 你不要看我們上市我們錄完影我們還會大家討論 還會檢討 還會檢討報告 安模 小腦袋 安模 沒關係 安模上市了是不是拉到本意比 所以為什麼IC設計那麼強 AI是IC設計的比 一個本意不是只講股票 講股票很簡單 很一點 我就買100檔股票天天表演 那個沒有意義 好不好 那我跟大家講 我要講一件事 你去看一件事 所以今天是不是 划新彎不行了 好 可是當然 我很多人也有划新彎 我不要變成去攻擊人家 這不是我要做的事情 我是要告訴你他就是老AI 所以我們要找新AI 好不好 還有酸紅 是不是老AI 伺服器是不是要散熱 對 要散熱 是不是 今天老AI是不行了 要跌停了是不是 還有一些機殼廠商什麼的 今天 成什麼的 忘記了 好多股票今天不行啦 是不是 所以這些股票是不是真的不行 是啊 你看這些股票今天都被你殺下去了 機殼廠商也很多今天不行 老AI通通不行 只見新人笑 不見舊人哭 不會 我只告訴你為什麼新人笑 舊人哭 我都會讓你看得見 我讓你去選擇 你認同文加入行列 好不好 那你看一下 那我們看一下 那我也跟大家講一件事 可是我 我不要全部都恐嚇你 我講好消息 好不好 好 技嘉今天剛好跌到什麼 % 剛好今天技嘉跌到32% 32 我說我30到35 他就有機會打底了 所以他這是33% 這邊區間整理 除非他跌破35% 所以他再跌到3%就不行了 理論上這邊在打底 所以也沒像你想那麼恐怖 可是籌碼全亂的 為什麼籌碼全亂 問你啊 在這邊買的人 你一上去會不會賣壓 會 會 可能再下去 所以這邊現在有AI的人已經沒信心了 我問你一件事 現在有AI的人的信心度跟一個月前能比嗎 不能 所以你們上去你們一定會賣 所以這就變得問題來了 所以籌碼亂了 股市還是最在乎有時候籌碼 就這樣為什麼 我每次要討論 廢德要不要升息 為什麼 都要討論啊 為什麼要討論廢德要不要升息 如果廢德現在告訴你 我在降息 股市會噴 會 會噴啦 漲1000點都沒問題啊 因為沒有預期會降息 為什麼要降息 降完息銀行放的錢不必那麼多 我不必放那麼多利息了 而且我 我借錢 你也不用那麼高利息了 怎麼樣 這個不就是籌碼 決定股市有時候漲跌最重要因素就是籌碼 我每天在討論什麼CPI 不就討論為什麼廢德要不要升息 如果通膨 很嚴重他就升息了 那資金不是怎麼樣 就收回了 如果通膨不嚴重就降息 那資金不就放出去了 所以全部的問題都是籌碼 比紀錄線型更重要 紀錄線型只是有時候讓分析師 比較好 似後話 馬歐泡 講一些似後話而已 我講實在話我沒有特別攻擊誰 同業也不需要攻擊我 你要攻擊我也很簡單 你會發現到我很多粉絲會打斷問你 一件事 你為什麼不像哲哲一樣去參加選股比賽打破紀錄 或者你丟個1000萬 像哲哲一樣 可以賺個幾百萬或賺1000萬 是不是 如果這些都不做的話 然後你說你自己賺很多錢誰相信 那就不需要攻擊我 因為我比你各位還努力 不好意思 我每天很認真在做每件事情 你知道我最近在看什麼嗎 在看那個馬斯克的傳記 他就是一個工作狂 我覺得我也有像他這麼一樣變態 只是沒有他那麼變態 你聽得懂嗎 他就是工作狂 他說就是 喜歡把人家逼瘋 我有時候也是 你小心有你吸吸淹是不是 有點像 有點像 因為我開會的時候我也是會把人家 逼得很大壓力 可是 我們是把事情做好 我們對人不對勢沒錯吧 我是把事情做好 所以 成功人都是一樣 賈博士也是一樣 只是我有點變態 沒像他們那樣變態 可是我就是要追求完美 一定把績效變好 就那時候我不是說我要減肥嗎 我現在減肥已經看得到 成功了 瘦5公斤了 對 你如果看我家人長怎麼樣就知道 我們家人是屬於異胖體質 我還是 很積極的 把他減肥了 我說要做到的事情 我就絕對要做到 我說要努力讓你賺錢 我就會進度我最大的努力 行情好的時候你就看到我大賺一筆 你聽懂嗎 馬斯克也是這樣 他就是 做一個 就是人家通常人生就無限巡航 把大家逼瘋了 然後 設定一個不可能的期限 然後把事情做好 也是一樣啊 你想想看我們一個福利社也是這樣 他沒有一個什麼平台的一個 援助 我不是說 我有東升非凡那個品牌 可是我們還是像點閱率都像好幾萬 甚至我們那個之前的最近的一些 6萬 就是隨便影片快10萬了啦 動輯都快10萬 而且這不是 這不是花錢打廣告 是免費 這等於Google幫我們推播的 動輒都是1、20萬 而且這是貼盤的 你懂不懂 這更難 每天解盤這更難 我也可以跟你講一個恐嚇 大家的一個文章或影片 那個收視率比較高 我知道我都做過調查 你自己看 我是每天都看一些數據 然後跟大家 討論 我比各個製作人還認真在做 製作節目這一塊 扯遠了 我是要告訴你說你要找 你要找認真的分析師 你不一定要找我 可是你可以找比我認真的分析師 可是我要很大聲跟你講 找不太到 因為我本身就是工作狂 我以工作為樂趣 好不好 所以你一定要 找一個 至少跟我差不多的分析師 我覺得這對你的投資是比較有保障的 好不好 至少你心情也比較開心 你知道 我對你的股票比你自己對你的股票還認真 那就會有不錯的績效 來看一下艾浦 是不是有不錯績效 對 這種行情還這樣噴不得了 治緣是有不錯績效 是 這種行情這樣噴真的不得了 真的不得了 真的不得了 來看一下 讓你看一下 助理做事情很快 你看 你看五票 青春不夠紅 真的是很誇張 那時候公開送的 大概2000多人要資料 年初的時候 我講2000多人啦 有人走著說有人又送2000 送資料也有好幾千人 哪個分析師送資料 能比我多 有本事來直接給我PK 不可能 我聽有人送資料送3000個4000個 胡扯 沒關係啦 那就胡扯 因為為什麼 那他辦演講應該比我多 我辦演講2000人 我看到有沒有300人 好不好 300人就算很多了 這跟大家講 送資料2000的話我不要扯遠了 這因為很多人都喜歡PK 其實看真假就看久了知道 來我們來看一下聯發科 我們那時候送2000多人 艾普是不是第一個 是不是六三艾普 是不是噴出去了 我請問大家今天是什麼 1月30號 1月30號的艾普是多少錢 你看1月30號 我們來日期來給你用 這邊啦 有沒有1月30號 哇好低 現在多少 現在300了 371 前陣子401 400塊了 對 這邊多少 不到100元的時候再看清楚 不到200元的時候 200 剛好200元左右的時候 有沒有不到200元 是1月30號那天不到200元 有沒有看到 有 你看一下 你看一下 在這裡 賺了兩倍三倍了還沒走 尾川為什麼賺三四倍 你反而都不看好 這就是 玄虎的邏輯差異 好不好 這個資料都有送到好不好 這個啊今天直播的是1800了 稍微多一點點的我還是希望你好好把握住好不好 紫紫燃燒生命半夜不睡覺的發文章 沒有錯 還有人說 是不是別的發的 我問你啦 Coco就像我再給你再多錢了 叫你半夜要發文章你願意發嗎 不願意發 你不要想太多 就像我給我特助千萬年薪 已經給他們千萬年薪了 我也不會叫他們 發文章 因為什麼 因為我的標準很高 他達不到我標準 我還要打電話練他 那不如我自己發文章比較快 我自己打字很快你知道嗎 我有時候幾百字大概幾分鐘就打完了 這不誇張好不好 這跟大家講 發哥愛譜讚讚讚 你看那時候也是什麼 剛好也是什麼 起雞皮疙瘩他算什麼 連發科 連發科你看打這個底多漂亮 我說連發科 真的打這個底多漂亮 你看 這底漂不漂亮 好久成暗底 好久成暗底 暗底你要講嗎 今天外資賣超258億 等於像外資 今年買超不到1000億 那更好 好戲在第四季 我說過了前幾年已經賣了兩季了 賣兩億兩兆了 今年連1000億都 買不到 我覺得你嫌太多 那 我也覺得啦 我也覺得 我說老實話 我覺得台灣股市會越來越強 因為 我每次有時候跟人家聊天 人家問我股票 對 今天就有醫生問我股票 問你問以後就對了 我說 因為我不想推薦他股票 因為你不是我會員 我推薦你什麼股票 賺錢你又不會謝謝我 賠錢你又 你又怪我 我就推薦他 常常50或者是ETF 他連ETF都不知道什麼 我覺得很可惜 為什麼我覺得很可惜 因為如果你是醫生或工程師 你不知道什麼叫錢滾錢 你一輩子是被通膨趕著走 我認識好多足科的工程師 給我抱怨最可憐最可惜的 就是前 三年前 他沒有買一瓶20幾萬的 新竹的 或竹北的 一瓶20幾萬的 現在都一瓶40萬50萬 我前陣子才看到有一瓶70萬的 前幾年20幾萬都可以有電梯套房 電梯套房 為什麼 你賺太多錢 你就像台積電的薪水 以前說100多萬到300萬 你趕不上房地產的漲步 為什麼 因為通貨膨脹 你們都不了解 你們以為我埋頭骨幹 就可以賺到錢了 這社會很不公平 很多人就是可以輕鬆賺得比你多 當他錢滾錢的時候 速度比你快 我理解是如果他找到一個資產 像台灣57%到10% 像台積電年貨報酬率20%的 你知道差別多大嗎 他只要以後只要用資產一定股產 比如說我有幾千萬的資產的時候我去固定零股力 我一輩子也不用工作 這是可以預見的 可是前提是你要找到一個正常的 投資管道 正確的 也不是說我去買壽險 去買投資型保單 可是這些其實很簡單 可是那些人可能因為醫生 因為我是工程師 我自視性很高 覺得你們不一定 讀書贏我 你們不一定資產贏我 錯了 我要是跟大家講一件事 不論你是工程師也好 你是醫生也好 你在考上醫生的時候 可能是工程師的時候 你花多久的時間 兩年時間 三年時間 好了你從小到大都讀書 不好意思 甚至從畢業到現在 占20年的時間 沒關係你知道我歲數也沒關係 我要告訴你 我每天都是工作十幾個小時 我基本上沒有一天在休息 我還是在做研究 我要告訴你就是 這個社會上有時候就是可以很輕鬆賺錢 只是怎麼輕鬆賺錢 你聽懂嗎 我不知道ETF 我覺得好可惜 為什麼不知道好可惜 我沒有一定要你做股票 可是你可以一個穩穩漸漸去做投資 你懂嗎 所以 我要扯遠的 我要告訴大家 也因為很多人還不了解ETF 所以股票市場他有支撐 因為我發現還是很多人沒有 最近0099 因為大家聽到約配就很開心 可是這些資金會很穩定 他也比較不會有弊端 如果你是買那些主動型的基金 你會有弊端 你怎麼知道那些 那些主動型基金 他自己靠他喜好 買股票有沒有弊端 有沒有試一下收錢 不知道 可是ETF就是很簡單 台灣市值比較大的 我台灣基本面比較好 我股利比較多的 我就買 這個會一直穩定的進駐台股 進駐台股 通常起台股就一直漲 這些反應你都沒想過 所以要告訴你越多人不知道ETF 還有很多人不知道ETF 這些股票還會在漲 還有很多資深股票 你去看一件事情啦 我問大家一件事情 你說這些股票也是一樣 來啦 你有沒有想資源 投信是買一大堆 這不就是ETF買的嗎 對 是不是 是的 愛普投信也有買 是不是 你看一下 技嘉 這些投信賣掉啦 賣賣賣 這不就是這樣子嗎 這些ETF已經變一個趨勢的 你聽懂我還說什麼吧 所以你要的就是一個分析師 就什麼 不思歐瓦 馬歐泡 是不是 所以你看 威盛你看 現在幾分了 37 好威盛你看投信在買 所以跟投信變一個力道了 所以你看一下 那這樣看一下管達還有的救 因為投信還在買 那偉串呢 偉串可能就沒救了 好不好 投信一買又賣 買了又賣 那就是籌碼亂 所以適中 所以 我最要跟大家講 所以這些邏輯都是一樣 那大盤也是一樣 大盤什麼好看的 大盤你不用看 我請問你我推背圖有沒有說台灣股市到什麼 17000 你不相信這次那是你記憶太短暫了 你沒有每天看我節目所以你不知道我的恐怖性好不好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推背圖 來 所以我一切一切預告前面我不去吃東西 不去忙我跑來 推背圖 來我是CPI怎麼樣 在3.6 預期嘛 我說可能差不多 所以我倫錢比較大 3.2到3.9在17000有沒有知道 你要的就是一個 不一樣的分析師 你要就是讓你 你專心做你的律師也好 你專心做老師也好 你專心理你的退休金也好 你要就是一個能幫你錢滾錢的分析師 你聽懂嗎 錢滾錢的分析師 你要的就是一個 那告訴你 AI老AI不行了 老AI不行了 我要選新AI 我要選 最早AI 新AI 我要選新的 怎麼樣 維盛 資源 新的 這也不錯啊蠻強的 新的AI AI加IC設計 而不是我建AI新設計 我一個理由 對我IC設計我都有了 我都包了 所以我都有了 所以我都對了 不是他的邏輯對 AI還是會在復活 只是AI復活的時候 籌碼要集中 籌碼要亂掉 換到別的地方去 所以我一切的一切我預告在前面 你去想看你要整個分析好不好 所以我真的希望你把握住好不好 來看一下威盛 有沒有看到 這是7月 3號的時候 獲利35%走掉對不對 我那時候還跟你講我還重播嘛 我說 掛到108.5最差就 90幾元 剛好最低99.9 剛才重播給你看過 然後你看一下 今天怎麼樣 2388威盛 盤中逆次大漲5% 股價再穿一個月新高 三五法則果然是買點 三五法則不靈驗我告訴你怎麼辦 是不是 艾浦也是一樣 股市 股價利30% 收穫玩家再穿一個月多月新高 所以我最近買的 都會有機會賺錢 是不是 這一個月來也要多賺錢 說錯了好不好 藍店也是一樣 古收穫玩家穿兩個月新高 不要亂追 你看星星今天又拉回來了 藍店星星這個也 也是不錯的 可是你要找一個 像我一樣 抱得住的 賺就賺 一倍兩倍的 這不是不可能 甚至至少我要30% 50%起跳 你看艾浦我剛剛有沒有給你看的 五夠紅 年初就給你了 100多塊 也是一樣 資源怎麼樣 賺過50% 再賺 50% 再賺 還賺了8萬多塊 上禮拜簡訊 今天又再要恭賀了 沒時間秀 不論對我做一切 預告前面 你有舊AI的煩惱來找給我 煩惱丟給我 你去好好工作 你好好賺錢 好好退休 新的煩惱交給我 新的AI交給我 也怎麼樣 也預祝各位能賺大錢 歡迎來電車 你手中有舊AI的朋友 不要太緊張 趕快來找投資長吧 第四季的行情 你一定要好好把握 趁著新AI股 還在低檔的時候 趕快跟上 投資長的列車 頭長絕對可以帶我們 屈級避凶 運用三無法則 不會帶我們 買高買低 趕快加我們的行列 電話撥打 0800-6085 0800-6085 0800-6085 我們等大家 一起大賺錢囉 榮耀華爾街 明天見 觀眾朋友注意喔 最近詐騙盛行喔 我只有三個官方帳號 除此以外都不是喔 LINE小組 S178 Teregrim官方頻道 小組 A178 178 Teregrim私人帳號 小組 S178 178 注意喔 我沒有什麼前面是 Z的帳號 或者後面是A的帳號 這些偷偷假冒 只有這三個帳號 謝謝 如果覺得我們影片很有趣的 覺得有深度的 還蠻準確的 歡迎按讚我們的影片 訂閱我們的影片 按小鈴鐺 記得按全部接收 還要加我們的LINE 以及加我們的Telegram 我們的LINE跟Telegram 都是全台灣 最大的一個財經頻道喔 謝謝各位 摩爾證券頭部 0800-66-8085 本公司與所推薦 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審慎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